佛佛,你变了,一切就都变了,在这世上,不无意的是常罗,看不惯的人常见,如果拥有好的心态,就不会被这些佛事烦恼,佛家讲,万佛为心造,人们对于外界环境的感知,其实都是自己的心念佛感造。 心有一切有,心空一切空,心乱一切乱,心恩一切安,人生的很多烦恼,都是源自我们的心中执念,执念什么,必然受困什么? 一,我,是一切的根源,古人云,分月无筋骨,情怀各生意,古间分月都一样,只是看得人心境不同,所以产生了别样的感觉。 就像我们常说的,心中有佛,则可见见是佛,内心若是安定自在,则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境地,不能够悠闲自得。 内心若是烦恼不堪,就算呆在风水宝地,都觉得痛苦煎熬,我才是一切的根源。 一念天堂,一念地狱,你的生活全是由自己创造。 他跟谈中我这样一则故事,张子牙和孙公豹一起在昆林山学艺,下山之前,师父给了他们一人一本祈福。 张子牙在夫东看到了美丽的山川景色,祥和秀美,而孙公豹在夫东看到了烧沙抢掠,顺流成河。 师父于是感叹,心善之人,看什么都觉得是美好,忠贤狡诈之人,看什么都是黑暗。 心邪一切邪,心正一切正,一切唯心照,无心自解脱。 心刚经中有一句话,过去心不可得,现在心不可得,未来心不可得。 人的喜慕哀乐皆由自己的心决定。 心是一切的根源,是烦恼的根源,也是快乐的根源。 若是不想受到无常的困扰,就要历练自己的心境。 遇到事情,不要一味向外求,是个向内找找原因。 总是换工作,是因为每个工作都很差呢。 还是因为自己带着怀恨工作,总是失恋,是因为遇到的人都不好呢。 还是因为自己内心手点宽容和理解。 很多时候,问题的根源,是在自己的内心。 让你烦恋的人,可能是来帮你的,让你痛苦的人,可能是来度你的。 啊,你变了,一切就变了。 多云有云,尽随心转则悦,心随尽转则烦。 一个人的见惯会随着自己内心改变。 周深的环境只不过是内心的反应。 要想人真吹吹,就要学会反观内心。 心肥静转,苦不堪言,尽随心转,才得自在。 著名者学家周国平讲过这样一个预言。 从前有一个妇女投河自尽,被震在河中划船的船夫就上船。 船夫问,你年纪轻轻,有什么想不开的呢? 当你哭诉道,我结婚了年,丈夫就抛弃了我。 孩子又不幸病死了,我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意思? 船夫又问,两年前,你也没有丈夫和孩子,过得自由自在,无忧无虑。 你只不过是被命运之船送回了两年前,现在你又自由自在,无忧无虑了。 妇女听了这话,心里顿时敞亮了,高高兴兴上了岸。 人生的苦乐,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心态造成的。 一个人总是想快乐的事情,就会变得快乐。 总是想着悲伤难过的事情,就会变得忧郁。 心中五成心自然,烦恼由心而生,改变自己,才能改变一切。 曾经,有一个人很喜欢蝴蝶,他买来王子和运动鞋,追逐蝴蝶,终于气喘虚心抓到几只,但是蝴蝶困在往里挣扎,丝毫没有美丽可言。 那个人也很失望,另一个人也很喜欢蝴蝶,他于是在窗口种植了漂亮的盆栽。 静静坐在窗边品尝,看着蝴蝶翩翩而来。 心情忍是愉悦,一切向内求,你变了,一切就变了,只有做好自己,一切都会好起来。 你若盛开,蝴蝶自来,三,心宽则人安,心大则福大。 光云有缘,深蓝不如心安,乌宽不如心宽,物质的富有,不是真正的富有。 内心的风盈,才最珍贵,人生苦短,很多事情没必要太过计较。 心宽一寸,入宽一正,心宽了,散冷自然就少了,日子自然就算了,人生也会人容自在了。 心带有两位杰出的画家,一个是金东新,另一个是王珍。 金东新的画画记忆高超,待人谦和宽容,所以人们都十分钦佩他。 而王珍就很见不得金东新,只要见到金东新的画作,总要出言诋毁一番。 有时候,甚至在人多的集市,王珍都要对金东新的画作指指点点。 金东新却不以为然,也不能怒,只是默默收起画作转身回家。 有一次,众人被一位朋友请去家中赋宴。 今,王也在其中,九过三行,有人提议以柳絮为题作诗。 王珍想要针先,就脱口而出,飞来柳絮片片哄,众人听了,恶然相顾,柳絮是白色,本是常识。 王珍却说出这么没有诚实的句子,外呼出口,王珍顿时久醒,羞愧不已。 这时,金东新又对一句,夕阳反照桃花度。 三月桃花度,在夕阳的映照之下,这人变成红色。 这句巧妙地呼应了王珍那句诗的意境,更加化解了王珍的尴尬。 让人纷纷称赞,王珍受惠难当,从此不再诋毁金东新。 做人,心量越大,成就也会越大。 心底无思天地宽,心如海量万事容,达照法师存佛。 无如极是福,心宽则无忧,故心宽是福。 心宽如海,百福尽来,才是放宽心,人生才会活得自在。 才是放宽心,人生才会海阔天空。 愿你心宽是海,放得下过往,也装得留未来。 不论于心,不困于情,不畏将来,不念过往,如此最好共勉。